秦悠悠乖乖吞下药丸 任他将自己抱在怀里 小猫一样蹭了蹭道 我想来 他记得 从前像师父这么撒娇 基本上绝大部分事情 师父都会答应他 炎帝确实被他蹭得心肠发软 不过还是坚持己见 你声音都哑了 而且你是本王的王妃 也不该如此抛头露面 天知道 他今日好几次有冲动 把那些瞪着他 露出一副色眯眯神情的 机关师的眼睛挖下来 秦悠悠偷偷翻白眼 明明是你让我来的 现在又嫌弃我抛头露面 妖怪恩公利用他师父的名声 震慑其他国家 甚至是三大机关世家 以及一些武道高手的心思 他并非毫无感觉 不过这些事 他从来懒得计较在意 他如今目的达成 替了心不让他再当裁判 那怎么办 按照他对付师父的经验 讲道理是没用的 他一般讲不过 最好的方法是撒娇耍赖 师父不好意思 又或者不舍地跟他计较 他就赢了 我想来嘛 你答应我好不好 秦悠悠放软身子 甚至伸手主动抱着 炎帝的腰恳求道 这小丫头 还会对他用美人计了 炎帝心中一动 低头吻上他的唇 细嫩的唇上 还带着先前绿意等送来的 润喉蜜露的香甜味道 让他的心不自觉化作一池春水 明天不许说那么多话 让他们多给你准备风露茶水 如果明天你又累成这样 后面几天你都不许来了 炎帝终究退了一步 让他以为他的小诡计有用 以后多多用 对他也有好处 炎帝为自己的退让行为找理由 安心享受软玉温香抱满怀的美妙滋味 少了那两只灵兽从中作梗 果然小丫头很快就投入了他的怀抱 他早该下手的 不过如今也不算晚 等他们几个月 甚至数年后醒来 悠悠已经完全是他的了 秦悠悠回到王府用过晚饭 到花园内的地下宝库 去看了看完全进入休眠状态的两只灵兽 确定并无异状 才放心地回到秀楼休息 花园地下宝库的机关 是他自个儿设计的 还有老卓这个九品五尊镇手 大嘴和小灰在里面待着 他会比较放心 只是晚上睡觉 身边少了小灰毛茸茸软绵绵的身子 让他觉得一阵难过不惯 紫叶城北 西河风市的分部之内 风二太爷正对着风归云大发脾气 你加入风神教大受重视 翅膀硬了 也不把我们这些本家人放在眼内了 是不是 那小丫头的身份 你倒真是蛮得豪减 只怕日后 蒋如脸和许光圣子吩咐你对付我风市 你也定会严守机密 替他们做先锋打头战了 风归云早料到 回来之后定会受到严厉质问 一个白天的时间 足够他准备好一套完美无缺的说辞 二爷也言重了 如果早是如此 拼着与虚光圣子翻脸也会想办法将人结下来 又怎会让他落到炎帝手里 甚至还成了他的王妃 风归云苦涩无奈的神情绝对发自真心 其实他不是不想结下秦悠悠 只是奇差一招 不过这一点到如今却是他开脱嫌疑的最好理由 虚光圣子就没告诉过你那丫头的身份 风二太爷想了想 如今的近况对于风归云确实也没什么好处 不过他还是有些半信半疑 虚光圣子只说那是姚姬姑姑的女儿 太多暧昧 我要怎敢多问 如今想来她是故意让我想外 她也是防着我这个风家人 好 我就当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从多里国一直追踪她到相悦过 就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 她真是姚姬的女儿 她的生父是何人 为何她会成了齐天乐的弟子 她是姚姬姑姑女儿 这事的确无疑 至于生父 肯定不是姜如恋 要说异常 她山上原本有不弱的修为 只是似乎被凤神教的人用药废了 她会留在眼底身边 大概也与此有关 至于其他 我会小心查证 风归云小心翼翼地道 风二太爷神情森然 看了她片刻 慢慢点头 好 你去吧 风归云躬身行李退了出去 风二太爷望着她远去的背影 哼道 小兔崽子 一个两个都不省心 暗影里 慢慢走出一名身材瘦小的黑衣汉子 低声道 是否要盯着她 不便 她这点微末本事 还翻不出大浪 我倒指望她 能做出什么大事来 我风氏缺的 就是一个有能耐的继承人 她在机关之道上 天赋太差 难以服众 黑衣汉子 语待不屑 风二太爷 漠然片刻 难难道 看看吧 再看看吧 风归云回到住处 夜如年刚好匆匆从外面赶了回来 风氏这处分布 暗处的窃听装置不知道有多少 夜如年十分谨慎地凑到她耳边道 昨夜 炎帝带了秦姑娘半夜出城的事已经查明 说是秦姑娘一双灵兽突然提前紧急 在郊外王府别院陷入昏迷 风归云缓缓握紧拳头 心中默默的 炎帝啊炎帝 他这几日终于找到机会 说服了赞助在忠永侯府的河满子 替他联络秦悠悠 没想到 秦悠悠的灵兽就突然晋急休眠 没有了他们从中牵线 河满子要亲自去跟秦悠悠打交道 只怕千难万难 更不要说找机会将他的事 跟秦悠悠分说明白 他又迟了一步 京城的另一边 鬼三台金氏所住的客栈之内 金明池与金家几名 也参加了今日出赛的弟子门人 正和化名为楚云深的文丰盛 说起今日的盛况 其中当然少不了 那位美若天仙的天公圣守弟子 兼圣平亲王王妃了 文丰盛一脸惊叹地 听他们吹嘘着秦悠悠的美貌 以及猜测着他的真实实力 究竟是几级 心里不由地暗自好笑 其实当年他与齐天乐 请教机关之道时 就听齐天乐说过 他的弟子几年之内 在机关学上的造诣 就会超越他 几年过去了 他也很好奇 秦悠悠的真正实力 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文丰盛完全没想到 会与秦悠悠 在这次的胜手擂台赛上相遇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运气 凭他的实力 加上秦悠悠在 最后决赛时的结果 应该会比较公平 他距离自己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对面的金明池 端起酒壶 亲自替他蒸了一杯酒 笑道 楚先生 预祝你两日之后的准决赛 起开得胜 文丰盛淡淡一笑 承你急言 此次胜手擂台 强者如云 不过 楚某一定尽力而为 为了争取到金家一个 直入准决赛的席位 他花了许多心思 赢取金家的信任 一切就看两日之后的准决赛了 两日眨眼即逝 今日已是出赛的最后一天 先前被淘汰的参赛者 如果对裁判的结果不符 可以另找一组裁判 对自己的作品重新评估 当然 提出这个要求 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 一旦另一组裁判 也判定这件作品 应该被淘汰 那就要剥夺参赛者 下一次参与胜手擂台的资格 胜手擂台 每十年举行一次 一般人除非武道修为 能够踏入武尊境界 否则 生命就值得百年 被禁赛一次的后果 太严重了 所以若不是对自己的作品 自信十足 没有人会轻易做出 这样的要求 参加出赛的各国机关师 至少有上千人 最后要淘汰九百多人 要求重新评估的 虽然只是少数 也有整整十六个 这十六个人 可以自己选择 要哪一组裁判 对其作品进行重新评估 结果 其中竟然有十二个 都指明要秦悠悠眼看 炎帝那张面瘫脸 也忍不住黑了一下 这几天 秦悠悠的名声 在那些参加出赛的 机关师宣扬下 已经迅速超越了 另外三大机关师家 派出的裁判代表 被他点评过的参赛者 不管是否能够进入准决赛 几乎都是众口一词的 对他赞誉有加 他本身就是机关师们的偶像 齐天乐的弟子 这三天 又用实际表现证明了 自己在机关之道上的造音 再无人因为他年纪小 没有修为 又是女儿身而小看他 一个胡子美貌白花花的参赛者 甚至直言 老头子不知道 还有没有那个命来参加 下一次胜手擂胎大赛 既然如此 能够得天宫胜手的 迪传弟子亲自指点一二 也是不枉此生了 眼看着一个小姑娘的风头 轻易盖过了自己几十年的艰辛努力 三大机关世家的裁判代表 满肚子不识滋味 偏偏 他们等闲还真不敢去挑战秦悠 赢了的话 自己一大把年纪 又是前辈 那是应该的 输了的话 以后还怎么见人 线下 其余三组裁判面前 再无参赛者 终于可以竖起耳朵 听琴悠悠究竟是如何评价 这十二个人的作品的 只听了几个 他们就忍不住脸色微变 这小丫头真的只有十来岁 齐天乐就比我们强那么多 一个小徒弟的机关术造诣 也那么强 代表夏云峰文氏 担任裁判的文家三长老 暗暗打量着秦悠悠 眼里闪过一丝阴痕之色 这位文家三长老 正是如今文家家主的亲伯父 同时也是其他派系 势力里的重要一员 文家家主先前得了 齐天乐的肖像图形 暗地里派出高手 四处找寻他的下落 几个月前 巴塞镇传来消息 说文丰盛那处分舵 几年前曾有一个客人 带了一个小姑娘 在那里暂住 那个客人与图像上的人 十分相似 他们派人去找文丰盛 质询此时 结果派去的人一去不复返 巴塞镇分舵 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他们后来再派人前去查查 也没发现任何线索 这事儿 究竟是文丰盛所为 还是齐天乐或者圣平亲王所为 没人知道 甚至文丰盛世生是死 也不得而知 但是文士与齐天乐 早有救援 不得不防 以前齐天乐孤身一人 手段再出众 也成不了什么其后 如今他的弟子 嫁给香月国圣平亲王为妃 那就再不能等闲适之 他们三大世家 被区区一个齐天乐 压得抬不起头的日子 他一日都不想再过了 想必其余两大世家 对齐天乐也同样没什么好感 香月国得了齐天乐支柱 早晚有一日也会对付他们 在这件事上头 他们三大世家 与其他 例如奉神教之类的势力 倒是有合作的可能 三长老抬头望向军浮屠 宇峰二太爷 两人神情都是晦暗不明 也不知道心里在盘算着什么 夜幕降临 四组裁判商议过后 终于最后决定了 明日进入准决赛的 全部四十名参赛者名单 由司理官员抄录好了 贴在校场外的公告板上 同时 各个进入准决赛的参赛者 姓名及作品介绍 也一一贴到校场外的围栏上 供所有人参阅 能够进入准决赛 对于许多机关师而言 已经是人生中 非常值得骄傲的成就 秦幽幽今日平白多艳 看了十二个参赛者的作品 才上车就累得歪倒在椅子上 坐都坐不直 不过心情依旧非常兴奋 为什么我在那四十个 进入准决赛参赛者的名单里 没看到文叔叔的名字呢 莫非他是金家那三个 直入准决赛的代表之一 不知道其余几家都挑了什么人 炎帝将他拉到怀里抱着 请问一下 我这告诉你 秦幽幽瞪大眼睛 神情诡异地看着他 不说话 怎么 你是怎么办到的 可以道貌黯然说这种不正经的话 秦幽幽哼的 光看妖怪恩公那张 发风吹不动的面瘫脸 绝对没人能想象 他会开口调戏女人 而且是这么正经的调戏女人 跟戴了面具似的 表情跟语言行为 是完全的两回事 炎帝抬手轻抚他的发丝 平淡的语调里 似乎藏着无限深意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秦幽幽忽然生出一股 不太妙的预感 知道会怎样 炎帝不答 抱紧了他 深深吻上他的唇 直到将他吻得喘不过气来 才稍稍松开 还意犹未尽地 轻轻着吻他的嘴唇 眉心 眼睛 鼻尖 脸蛋 耳朵 秦幽幽被他亲得脸红耳热 低头把脸埋在他怀里 拒绝骚扰 炎帝也没有继续所求 只是伸手俯拍着他的肩背 秦幽幽舒服地咕弄一声 睡意渐声 朦胧中 似乎听见炎帝的声音道 知道了 你就永远是我的了 胜手擂台准决赛 共分三轮进行 一时 根据擂台赛主办方 给出的材料 在指定的时间内 现场设计制作一套机关 二时 根据要求 设计绘画一幅机关图纸 三则是 由主办国出题 形势不限 三轮比试中 总分前十名进入总决赛 比起前三日 从出赛中脱颖而出的 四十名参赛者 更惹人瞩目的 是三大世家 以及主办国派出的 十名直入准决赛的代表 这十个名额中 三大世家 各占三个 剩下一个是主办国的 按照过往惯例 能够进入决赛的 绝大部分都是 三大世家的代表 最终获得三甲位置的 更几乎都是三大世家的人 就算偶然有一两个例外 在擂台赛结束后不久 他们也会加入 三大世家的阵营 这与主办国派出的代表 无非两种 要么是本国最出色的 年轻机关师 要么是重金礼聘的外援 为了照顾主办国的面子 这个代表 只要表现不太差劲 都能进入决赛 不过 想争前三 那是太难了 今年相悦国派出的代表 乃是原本宫中 供奉第一机关大师的 大弟子 今年四十多岁 已经是顶尖的 三级机关师 也算是相当出色了 不过 与其余三大机关世家的 代表相比 只能说勉强过得去 可是相悦国 已经有了一个 天公圣守的 敌传弟子坐镇 风头 隐隐压过了三大世家 也再没有必要 在代表选手身上 做文章了 夏云峰文士 西河峰士 派出的选手 都是熟面孔 鬼三台 金士派出的人 却指得 金明春一个 是大家 先前见过的 他身边 另外两个人 一个身穿灰蓝色 乳衫的男子 戴着铜面具 遮住了鼻子 以上的脸庞 看不出真正容貌 另一个黑衣老者 倒是把脸全露出来了 可是在座 其余两大世家的人 没有一个见过他 风二太爷 不音不扬地 对金夫图笑道 金相知 贵府这次派出的代表 很面生啊 看来金士近年来 人才辈出 不是虚言 金夫图心中大恨 他金士近年来 没出几个新秀精英 这是三大世家 心知肚明的事 这风二太爷 故意这么说 分明存心讥讽 文士三长老 哈哈一笑 也道 除了明春那丫头 另外两位金贤之 替我们两个老家伙 介绍一下可好啊 同为三大世家的 栋梁之才 我们两个老家伙 竟然不认得他们 说出去也惹人笑话 金夫图被他们两人 联手挤兑 冷下脸孔淡淡的 这位乃是小侄的 堂兄金子青 这位是我金家的 外星弟子 楚云深 他一个字不肯多说 果然很符合 鬼三台金士的神秘风格 风二太爷和文士三长老 对望一眼 暗自提防 金字经 身为金浮屠的堂兄 怎么说也是金家嫡系 这么多年来 从不听闻他的半点声息 多半是真正最新机关术的高手 这样的人 他们家中也有几个 平日从不出头露面 但若论机关术 那绝对比声明在外的那些长老们还要厉害 鬼三台金士虽然这些年来人才凋零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要拼起来 要拼起来也不太好对付 至于另一个什么外星弟子楚云深 多半就是最近传闻的金氏新招揽的客卿了 这种野路子机关师 他们倒不是太担心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天公圣守 齐天乐那种逆天的天赋的 有吴家族底蕴与庞大的资源栽培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机关师的发展与前途 秦悠悠听了他们的对答 忍不住多看了那个楚云深几眼 果然在他眼中看到一丝温和的笑意 虽然他对文丰盛的形貌印象很模糊了 但是这种温和带笑的眼神 他记得很清楚 校场内已经排好了五十张木案 每张木案都隔了好一段距离 确保参赛者之间无法互相窥视 木案上放了一个竹筐 内里装了数量一致的铁片 铁丝 铁钉 木板 牛筋绳索等物件 钟声一响 五十名机关师就要用这些东西 在两个时辰内造出一套机关组件 秦悠悠看着台下 各自忙碌的机关师们忍不住叹了口气 准决赛一开始 他就被炎帝叫到身边落座 离其他裁判远远的 炎帝听见他叹气 便猜到他心中所想 握住他的手道 一个月之内 本王会为你恢复修为 他没有了修为 如今制作机关多有不便 速度据说比从前慢了十倍不止 精确度也不如从前 再看别人动作利落 随手一捏 便把铁片当纸片一样 遮出各种形状 当然更感难过 真的 秦悠悠将信将疑地侧头望他 妖怪恩公先前从未明确提及 什么时候会替他恢复修为 他正暗暗担心 他会不会非要两人成婚了才肯动手呢 一个月内 按理说 无论如何来不及举行正式婚礼的 秦悠悠突然觉得 自己好像占到了便宜 真的 炎帝的回答简单明确 不过 秦悠悠不但没有放心 反而更觉得担心 不会又有什么陷阱吧 算了 反正他现在都不过妖怪恩公的 就算有陷阱又怎样 两只灵兽都压在他手上了 他要算计他 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被算计 秦悠悠闷地努力把注意力 放回到校场中那些参赛者身上 这一看 却慢慢看出点不对劲来 哎 那个人 第五排最靠左边的那一个 很不简单 秦悠悠低声对炎帝道 炎帝宁目望向秦悠悠所说的那个人 眉头慢慢皱了起来 他看不出来这人在机关制作上 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 从他一举一动之间的韵律 这人绝对是一个了不得的舞蹈高手 一个在刻意掩饰修为的舞蹈高手 梁令 梁令不愧是炎帝的心腹 根本不需要他吩咐 就将今日台下 各个位置对应的参赛者名单资料 送了上来 王孙信 东仙国人 三十八岁 四平五折 是文士三长老那一组挑选进来的人 难怪我对他没有印象 秦悠悠凑到炎帝身边 描了描纸上信息 咕噜道 你对谁有印象 炎帝很严肃地问 与他朝夕相处几个月 还不能准确认住他的女人 敢说什么对谁有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